历史性的一刻!中国究竟在海外获得了什么,印度感觉已被包围了? 近日,中国海军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。 据媒体报道称,斯里兰卡根据与中国签署的有关汉班托塔港的经营协议,将汉班托塔港的管理权正式转交给了中国,不过这点却令印度出乎意料,因为斯里兰卡紧爱印度,也是印度的门户。 如今中国在获这一海外军事基地,让印度网民忧心忡忡地评论道,感觉已经被中国包围了,而意向关心中国动态的日本记者想要偷拍。中国的这一海外基地,索性未拦在了墙外。 在此之前的9月14日,中国一艘039送集长城常规潜艇,进入印度洋海域,访问了斯里兰卡科伦坡。 随同出访的还有厂星导号潜艇辅助舰。 出访期间停靠在科伦坡南码头的招商局国际公司,码头中是国员舰,价值5亿。 中国海军还将在11月派舰艇编队出访科伦坡。 这次出访比较特殊地方在于,海军第一次派出潜艇对外国进行访问,中国的常规潜艇这次也是首次出现在印度洋海域。 这次出访是中国和斯里兰卡政治军事关系轻蔽无减的表现。 也成了中国后来获得港口基地的一个风向标识件。 这次出访的是039宋级常规动力潜艇,039型在研制时参考了西方常规潜艇的技术指标,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二代常规潜艇。 采用了自动化控制的新型动力单元,声纳和武器也全面更新。 后续最新服役的型号是039B潜艇。 039B能力上更加强大,可远距离发现跟踪目标,可以对作战任务集中指挥,使用多种武器综合攻击。 噪音方面非常低,隐蔽能力好。 尽管后续装备了更好的击落和039A-039B型。 039型潜艇仍在海军力量组成终端负重要角色。 目前对于中国获得斯里兰卡港口感觉最不好的是印度和日本。 印度全军如临大地,准备花3亿美元向斯里兰卡换取和班托塔港旁边的一处机场40年的专属使用群。 印度集园获取这个机场,是希望借助这个机场来监视中国,因为在印度家门口航空出现了一个中国海军基地,因此让印度十分被动。 不管机场能不能盈利,也一定要在中国获得的港口边上插根针。 出乎同样的目的,日本直接参与了竞标,但最后应除加过低流派。 日本竞标失败,开始发动媒体做小动作,偷拍基地内的各种设施,想以此渲染中国获得新的威胁能力多次被阻拦,但还是接连派记者偷拍军港的画面,企图掀起舆论,让此协议作废。 可以说中国获得港口只是争夺的开始。